明朝太庙的正殿里 只能供奉九个牌位 建文的朱允文的牌位 不在太庙 到明武宗时 正好是九个牌位 如果要把朱又元的牌位放进去 那么就要把离自己最远的 一个祖宗的牌位 放到偏殿之中 朱元璋是开国皇帝 他的牌位不能动 必须在太庙的正殿之中 如果按照顺序 只能把朱棣的牌位移到偏殿 可是他这一只能够当皇帝 全都是因为朱棣发动了静难之意 所以朱棣的牌位 也不能移到偏殿 于是朱后聪想了一个画招 把朱棣的妙号 从太宗抬为成祖 就这样按照顺序 朱后聪把朱高赤的牌位 移到了偏殿 这样正好腾出一个位置 就可以给他的父亲了 其实把朱棣的妙号 从太宗抬为成祖 对朱棣来说是一种贬低 因为太宗的众多的妙号中 含金量是很高的 就这样朱棣就成了明成祖 我们可以穿上来的那种 尽量的妙号中 说一些妙号中 那是因为妙的妙号中